亲爱的朋友大家好,欢迎来到羽阳开运小学堂,本集要来传授大家避开贫穷陷阱的九大攻略,分别有远离三种人,避免三行为及提升财运三方法,相信所有观看本集的朋友们,只要谨记333原则,都能让你运势强又旺。 人常言,物以类聚或竞诸者赤,竞默者黑,有些人虽进入你的生命,却不值得你身交,和负能量的人相处时间长了,可能会被他们潜移默化,想要翻身改变自己,就一定要擦亮眼睛,果断离开以下三种人,以免翻不了身。 远离这三种人 1.懒惰成性的人 人不怕没钱,没经验,没能力,怕的是一无所有,还懒惰成性。这样的人多不愿尽自己应有的责任,只想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。 有时会故意装无能,例如,工作上故意不把事情做好,或刻意拖延迫使他人接手。 惊人的是根据研究指出,懒惰是会传染的,这个恶性影响力的有效范围是25英尺,为了自己的成长,当你身边有这样的人时一定要远离。 2.见不得你好,嫉妒心重。 人心很复杂,有些人每天都跟你腻在一起,却不见得真心希望你好。 嫉妒心强的人,心胸特别狭窄,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好,自己不努力就算了,还想拉着别人跟他一样。 3.喜欢抱怨,消极爱斤斤计较,人生不可能事事顺遂,总有机会遇到挫折与不顺,有些人学着转念将事情做好,有些人则习惯抱怨各没完,把责任和义务推给别人,一切都是别人的过错,却拿不出实际行动来改变。 3.当一个人长期与这种散发负能量的人相处,还可能会影响到心理,生理的健康,快乐不起来,也容易生病,更别说财运好不起来。 3.避免三行为。 1.哀声叹气。 有人说一探穷三年,总是哀声叹气的人,容易失去斗志,做事没有动力,凡事也容易放弃。 2.而这样的行为,久了也会带给别人悲观负面的形象,负能量亦多,好运财运当然不会来。 2.爱喊穷。 很多人其实并不穷,但总喜欢在别人面前喊穷,久而久之,除了会友依负穷像以外,也因时常给自己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,想当然也为自己打造了贫穷的磁场,结果只会越来越穷。 3.斗角。 斗角除了不雅观以外,也代表着个人稳定性不足,心浮气躁,做事不牢靠难交付重任,当然就很难得到别人的信任和认可。 无形中会使自己错过很多好机会,好好注意自己的定性,才有机会招来好财运。 提升财运三方法。 1.水晶招财法。 水晶种类繁多,功效也不尽相同,许多人相信随身佩戴或摆放可以招来好运。 开运小学堂就提供以下招财水晶给大家做参考。 2.主正财。 紫水晶。 葡萄石、橄榄石、绿幽灵。 主偏财。 黄水晶、黄玉。 如果希望证偏财通通有,则可以考虑紫黄金、钛金、金钥石。 千万记得,挑选水晶最重要的就是相信你的直觉,放下所有对它的期待,唯有真正喜爱才会天天佩戴,也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功效。 2.戒指招财法。 自古以来,就一直传说戒指拥有具材气的功能,不同材质的戒指,戴在不同的手指上,也都各自拥有不同的能量。 想透油带戒指启动招财能量可着重在食指、中指及无名指。 材质的选择上已经,赢的效果最好,其他如针钻或宝石也很不错,若想更强化招财效果,选择皮修样式则可让招财能量更加放大。 3.植物催财法。 在风水学上,植物可说是最简便的催财道具,只需在家中的阳台或窗台摆放植物,即可增加财运,而且植物会释放氧气,有助健康。 健康更是人们最大的财富。 至于要摆放哪些植物呢? 请点选右上方资讯卡或下方说明栏里附上的连结。 观看羽阳开运小学堂,招财疗愈又好照顾。 居家必备八款人气植物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喜欢这个单元的朋友记得到以下社群搜寻,与杨乐国家族,我们下次见。 背马羊精,谁的记忆,沉浸式演唱会,4月23,24,台大体育馆。